钓杆 竹边鱼泉 筑麻制作的鱼网 护台文物馆的鲁凯鱼的香鱼特展 展出鲁凯族传统鱼具 及常见捕猎的淡水鱼种介绍外 还有鱼藤捕鱼的传统特殊鱼法 展现了鲁凯族人自然运用 与生态共荣的状态 地方管设也有一个使命 就是地方的文化的保存 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叫传承 我们所要传达的祖先的 那当时的他们的生活 还有那个生活当中 他们所有的这种人情关怀 部落长者系数着男性投士的历史 取材的方式 以及插上百合花所代表的意涵 文物馆不仅展示传统文物 也提供艺术家挥洒创作的舞台 近年来更积极进行生活器具 工艺品与服饰等文物的填料工作 今年更透过台博馆 大馆代小馆计划的协作策展策略 计划将台博馆所管藏的百年鲁凯文物 返乡来展示 部落长者内心都相当期待 地址 在这里我没想到 我们拿着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 全部拿着这个 卢凯文物返乡计划将命名为老布布鲁 卢凯的珍宝特载 卢凯与老布布鲁 贩子生活 信仰与艺术等所有的物件 将展出台博馆馆厂与部落族人收藏 约75件文物共同展出 如果这些物件还存在 那我们如果知道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探索它的原来春呼 那在这个春呼之后 我们还可以知道的是 它曾经被怎么使用 那这个被使用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这整个族群社会的人群 就是人群的人情世故 跟我们的社会组织 那这个物件之后的人文背景 是我们非常渴慕 想要再次看见的 特载原本规划在8月1号 原住民族日开展 却因疫情影响研制十月 透过文物返乡的特载 会唤起多少长者的回忆 又会激起多少的感动与对话 陆凯族人都拭目以待 原事宣传歌手 平等舞台采访